这或许是保罗生涯最想忘记的一场比赛 58 自此之后 这个数字就像幽灵一样 一直伴随着他左右 2009年就要在首轮 黄蜂对绝境的第四战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 就充满了身体对抗的肉搏战 但显然 面对对面这一群摔脚手 新澳良人彻底懵逼了 波西的肘区单打 背貌 配夹的大空位三分 三不沾 甚至 连保罗也跟丢了魂似的 面对这样的错位机会也抓不住 而与黄蜂梦游状态相匹配的是 今天的绝境 似乎人人都上了神级护服 就不说甜瓜把配甲身包活吞了 鸟人安德森 后仰挑头 内内被这样犯规 照样二加一 结果就是 绝境在第一节就赢了21分 三节打完 分差已经来到了38分 可你觉得 这样就差不多了吗 第四节 皮特森三分 三不沾 丹尼尔斯转移 传给了第三排的观众 当对面投进这季底角三分之后 黄蜂竟然在最后三分钟 落后对手整整一倍的分差 此时此刻 不仅观众早就坐不住了 连现场解说员都怒了 就这样 这场凡史诗级别的季后赛 分差定格在了58分 追凭了季后赛历史最大分差 同时 这也是季后赛有史以来 主队输球的最大分差 要知道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 抑制球队在自己的主场输超过40分 此后十余年 这项记录始终被人追赶 却从未被超越 而保罗这一刻的表情 也永远载入了历史史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